我们这节理解一下在图层空间中对于效果的优先级控制 前边我们在这个图像中看到 如果你修改了默认的运动不透明度包括时间的话 它的这个层底呢是在最上边 这边呢我们在菜单的下边点击效果 效果中会有PR的很多视频的效果音频的效果 我们作为初学这边先挑一些简单的效果 方便大家理解一下它的这个用法 但这边看到一些英文的这个是一些第三方的插件 我们的PR呢默认情况下呢都是下边中文的这些插件 可以看到这些功能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用它的放大镜去搜索 比如搜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效果 比如模糊 那在这个模糊出现之后 你会看到它有很多模糊又锐化的这种类型 比如我加一个高丝模糊 我可以把它拖动到时间轴效果空间的下边 也可以拖动到你视频的上边 注意我们这个是视频层 所以你加到视频层的上边 然后我们选中视频 只要你加了效果的这个图层 它就会由黄色的FX变成绿色 注意绿色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运动效果在这边 效果空间中可以看到高丝模糊 那我们来加一下它的数值 当你的数值加大的时候 你发现视频出现了模糊 如果加到很高的时候 我们把下边的VR隐藏一下 它的边缘呢会有这种虚化的这种边缘像素 你可以勾选重复 它就可以填充满 那这个模糊我们很容易理解 我们加了一个高丝模糊 那我们再尝试加一个黑白 搜索一下黑白 那么它位于图像控制中 我们也把它拖动上去 或者你直接双击 就可以追加上去 那我们看到它的优先级呢 是高丝模糊黑白 层级呢是从上往下进行追加的 那这边我们再加一个扭曲 我们来搜索一下扭曲 扭曲呢 那位于视频效果的扭曲组中 这边我可以加一个镜头扭曲 双击将它追加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扭曲中加一点曲率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就像我们这个老式的CRT显示器 把这个填充透明关掉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那我们说的这个层级关系 然后这边闭合一下 你先加高丝模糊 再加黑白 再加扭曲 那它扭曲呢会对上边两个效果进行整体的扭曲 那如果你先扭曲 再高丝模糊 再黑白 我们看一下 那你发现这个扭曲的边缘也产生了模糊 相当于说我们点击下FX关闭 我们先做了扭曲的操作 实现了这种老式的CRT的这种感觉 那我又加了一个模糊 它会整体把这个图像都进行模糊处理 你再加黑白 所以这个优先级的顺序很重要 你要最后实现扭曲不要模糊的话 扭曲就要放在最下边 你需要有模糊的话 那么扭曲放在上边 然后你要把模糊值呢降低一点 这样子它才不会影响边缘特别的多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图层上 直接加这个效果 你可以随时隐藏关闭某一个最佳的效果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这些效果呢 后续呢会慢慢的再深入的去学习 点击下插号 可以呢关闭这个对于效果的一个筛选和搜索 我们另一种方式 就是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来选择新键 这边加一个调整图层 这边它会根据你视频的大小 包括帧数率 自动建立它的一个尺寸 确定 这个图层本身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视频的上方 我们将它拉长 那我这个时候在调整层上去加一个效果 比如我去加一个黑白 注意我们在这边搜索的时候 一定要在效果中去搜索 刚才我们在项目中搜索 肯定是搜不到的 你要在效果中搜索黑白 你才会看到关于黑白效果 它是属于视频效果图像控制下边的这个黑白 我们加到调整图层上 你会看到调整图层会实现相同的效果 但是这个图层的作用呢 更在于它可以影响下边所有的元素 那我们选中这个视频层 按照之前的方式 我们把不透明度降低 同时我们显示下第二个视频 那你会看到 我们两个视频呢都会变成黑白 然后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设置了不透明度 所以会看到两个视频都变成了黑白 调整图层自身的大小是以你视频合成 包括视频序列的这个大小进设置的 那如果我们把调整图层选中 把它的这个缩放值缩小了 那你会看到调整图层变小了 那么它影响的黑白只有中间这一块 所以我们看到很明显 这个一小块变化 如果你想让调整图层也改变下边 所有视频的缩放值的话 这边先回到100 我们必须呢在调整图层上使用第二个变换 在这边搜索一下变换 那么变换效果呢是在扭曲中 也就是视频效果扭曲中的变换 加到调整图层上 你会发现这个功能 它会追加你第二个锚点位置缩放 同时还会加一些附加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倾斜 可以去倾斜视频调整它的这种倾斜轴 这边复位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合成的快门角度和快门角度的数值 这个是针对于AE中的一个设置 我们在PR中是不用去修改的 如果我们后续使用到AE的话 AE中的一些参数它可以和PR无缝集成 但是PR需要对它支持 所以这边会有它的一个对AE参数的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你加了这个变换之后 和上边的变换设置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变换它会影响你下边两个图层 所以我们选中调整图层 这边我们切换到它变换的这个地方去缩访 那你下边所有的三个视频 我们看到三个图层中的两个视频都一起进行了缩访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图层的一个优先顺序 包括图层的一个效果的优先顺序 它是从上往下 调整图层会整体控制下边所有视频 然后同时你这一个图层可以去追加所有的效果 对下边所有图层生效 随时关闭可以随时关闭所有的效果 显示的时候如果调整图层没有碰到图层的地方 那么它也不会有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是图层的一些渲染的优先层级顺序